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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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中东国家有的是石油 有的是钱 但有个中东国家没有油又没有钱 还缺水 著名景点死海越来越死 平时在香港看报纸都不会这样看法 不是死海越来越来越多 很多人都是这样做 连国民都没照顾好 还要应付大批涌入的难民 难民不是一堆堆数字 难民是人 这个不一样的中东国家叫做若旦 平时搭港铁经常都听到这句 下一站是Jordan 世界零距离 正正就是向Jordan进发 说的不是佐敦 而是中东的若旦 若旦面积是香港的八十多倍 人口就少香港八十多万 这个西亚国家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北 和以色列、敘利亚、伊拉克接洋 国际新闻常都会提约旦这两个字 但说的不是约旦这个国家 而是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 即是尾巴冲突热点 西岸那边是以色列 东岸这里才是约旦的国土 若旦是少数的中东国家 和以色列关系良好 两国在94年签订和约 若旦和以色列的靠山美国的关系 也很密切 波士湾战争后 若旦积极参与美国发起的中东和平进程 换取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来中东不可以不去油站 因为汽油很多时都比水便宜 若旦就没有这支歌仔唱 每公升汽油卖港币11元 比起沙特阿拉伯每公升卖港币 过几季很多 但就比香港的16、17元便宜 原来若旦根本就没有石油 九成七的能源依赖入口 很多产油国不用民众交入色税 又发放大笔现金津贴 若旦就没有能力开仓派米 只可以派糖 以当地人的主食阿拉伯饼为例 超市一公斤卖2元港币 至于面粉一公斤卖5元 面包比面粉更便宜 政府是为了保证人人有饭吃 这是有政府的补贴 若旦先天不足 凭什么蜡烛中东呢 政府将大学毕业生输往其他中东国家 做管理和技术人才 再回钱回来 若旦九成几人信奉伊斯兰教 但不少年轻的女性 已经卸下传统的头巾和密实衣着 女性的地位又怎样呢 传统上在若旦 丈夫只要对太太说三次 我忧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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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婚就即时生效 反观女性不单止不可以反对离婚 连提出离婚都不行 现在是否还是这样呢 但男性仍然可以闪电离婚 她甚至可以逼婚 她可以逼婚在咖啡店 这是很奇怪 非常伤害 非常悲惧 他们可以逼婚 近年女权逐渐提升 大多数的家庭都是一夫一妻 不用再按宗教传统 男士可以娶四位太太 若旦皇后拉尼亚更加是妇女领袖 她很重视女性地位 她出身平民家庭 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第一夫人 受到若旦人爱戴 虽然说若旦被其他中东国家开放 但是有些传统宗教观念 仍然很难改变 若旦安曼这家店 胆痕累累 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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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经常担惊受怕 一家 五家 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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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俗地说他是一个猪肉佬 米体笑这间百多尺的店铺 是全约但唯一官方特许的猪肉店 供应给做游客生意的餐厅 和这里的外国人 这里没有新鲜猪肉卖 大部分是西班牙入口的冰鲜猪 和加工猪肉食品 他说虽然独市生意有钱赚 但自己就是不受欢迎客户 做这么碎率都比其他的肉店高 为什么要做这个业务 他们做了酒、鸡肉、鸡肉和咖啡都同样 为什么 老板说在这里卖猪肉 用什么胶袋都是一门航文 像现在那样 客人拿着外出都挺呆眼 所以他们会准备一些黑色胶袋 让客人买完猪肉 逛街也会安心一点 在若旦的国土 不难找到几千年前人类文明留下的印记 这里曾经受巴比伦和波斯统治 也是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 若旦有过万处文物古迹 最出名就是佩特拉古城 合纱的蛇盗 宏伟的卡兹尼神殿 这里曾经被评为世界新七大奇迹 来到中东本来应该骑骆驼 为什么我们会选骆驼呢 因为专家说骆驼可能跟中东综合 小心 刚刚说到骆驼就被骆驼撞到 刚才是想说我们为什么不骑骆驼呢 是因为专家说骆驼可能跟中东呼吸 纵纵合症的病毒有关 所以都要跟骆驼保持距离 佩特拉千多年前曾经是繁荣的城市 经过封沙洗礼 大部分古城已经埋在沙土 也就是我们脚下 未发过出来 若旦经济依赖观光业 死海是若旦的生蕉牌 位于若旦和以色列之间的死海 湖水的盐度高 是普通海水的8到10倍 所以浮力就特别强 为什么叫死海呢 因为太咸 动植物都没办法生存 为什么有人说死海越来越死呢 因为近50年 死海的面积减少达到三成 若旦和周边国家不够水之源 要由若旦河和其他流向死海的河抽水 令到流入死海的水越来越少 平时在香港看报纸都不会这样看法的 因为死海很多人都是这样做 我以为我现在很炭 我其实都是为大家准备的一份 酱蛋版的浮漿材料 报章报道若旦有七成的水流失 因为这里的人非发掘井 或者是铺渠偷水 这里的水很珍贵 若旦人均收入之后 每个月大约4500港币 四人家庭往往每个月 就要给过千港币水费 水利部门研究开发水源 不过就要先解决财政水源不足 若旦和周边的国家合作起输水管 由红海抽水注入死海 希望令到死海起死回生 若旦经济未至于一池死水 但近期就多了一个重担 就是来自鄰国敘利亚的难民潮 按曼市交的难民营 接收不少敘利亚家庭 这日有来自台湾的慈善团体送暖 乙众带着五十几个小朋友 在帐篷乘的临时课室上堂 首歌的大意是求上天赐月聚你 叫人耐性 总有一天可以回国 除了音乐堂 还有语文科 是要语文科 尼堂原来是体育堂 他们有机会立刻要进来读 不然他们到时候 以后要继续追不上的了 所以他们都非常珍惜 帐篷下还有很多辛酸的故事 为了逃避战火 他和丈夫抱着五个小孩横越沙漠 走了十一日 最终保住其中四个小孩 但大儿子就在沙漠饿死 敘利亚爆发内战以来 过百万难民涌入约旦 数字就是若旦总人口五分一 这个难民营收留了百多户近八百人 难民营给我们最深刻的感觉是 难民不是一堆堆数字 难民是人 需要食物 水 医疗 教育 还有尊严 有人说若旦本身已经不富有 还要照顾穷亲戚 经济前景不乐观 看完约旦 下一节带大家转到南美洲 看看巴西除了足球还有什么特别吸引力 世界杯期间全球目光定格在巴西 两年之后的奥运又会在里约宴内劳举行 巴西热继续燃烧 我们远征南美为大家送上巴西零距离 在巴西的大城市 不塞车才是新闻 赶时间可以考虑会飞的的士 简称飞的 即管试一下 起飞 直升机的士安不安全的呢 导游说试过有价跌下来 整体还好 他会在地面看着我们 这类飞的很普遍 圣保罗市中心就有近200座大楼 在天台设停机坪 飞的按时收费 每人每分钟折合大约200元港币 达半个小时成为6000元港币 乘客多数都是豪客 这里的电视台 再帮示威游行 常常都会出动直升机 最主要是担心 如果是发生警民冲突的时候 沙尘滚滚杀错良民 可能会误伤记者 讲回又讲 直升机的士曾经成为 歹徒的犯罪工具 大约10年前 有人假扮观光客租直升机 声控之后 脉枪挟持机师飞去圣保罗监狱 两个重犯 趁着放风时间爬上直升机 成功逃狱 十足十电影情节 提起巴西的治安 外界经常用一个乱字来形容 圣保来游客区教堂广场 不时有毒品和军火交易 好像是逼击炮和火箭炮 这一队都经常有游客遇劫 有内地人就被人抢走一袋美金 我们的司机建议勇为捉到的财 事主讲回事发经过 被偷了钱 然后他就追 追那几个小偷 追到一个抓的警察 然后自己也受伤 沙滩也是罪恶黑点 导游提我们 千万不要带贵重物来 我又跟他说 身上的钱本身已经不多了 身上的布 或者会比其他人多很多 巴西的绑架案高峰期 每两天一宗 有富豪就索性出口術 说明如果被人绑架 叫绑匪不用找他的儿子拿负金 因为他的儿子同样想他早点死 街头子弹横飞 防弹车就大派用场 警方说法律漏洞多 破案捉到人都没用 例如有人持枪企图杀人员 当场捉他都不用坐牢 他有权去保释后审 后审可能要等5年10年 但如果最后判监6年 也只会混6个月 有官员和议员觉得要修例 但就担心人身安全 不敢提出 平日看惯香港立法会开会 这天我们到访圣保罗市议会 55个议员来自十几个党派 在议事厅表决大小议案 发表意见要站出来说清说错 最多发言半个小时 来提三次就会被人关掉咪 如果有人行为不检呢 这里就不会要求议员离场 不会发红牌 不过议长就会发一个黄牌 即是警告 开完会之后 再由这个专责委员会跟进 然后就按照情况 决定是采取什么行动 最严重就会割职 想不到巴西议员评论议会文化 都要用足球术语 议员的位置除了有表决器 还有部电话 用来做什么呢 不少市民看电视直播会议 不满意议员的发言内容 又或者他的投票立场 通常就会直接打电话 进来投诉 所以说在这里做议员 真是接电话都接到手软了 议员不容易做 做议长的难度更高 随时都遇到议员吵架 应付意见冲突绝对不容易 但是做议长一定要公平 各人的意见不同是很正常的 最重要就是给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发表意见 绝对不能够偏心自己所属的政党 他说大部分议员都算守规矩 无论如何争论如何做议员 都会尊重投票结果 对不对 嘉年华是巴西每年一度的大叔 也就是森巴姆学校的比赛 表演者全部都没工资 入学之前要面试 获取录后不用加学费 智装费就要自己给 森巴姆学校每年都会遇到名颜 赶给游客报名 那我就要半年之前接受训练 为免集牌军应得到学校的成绩 所以都会安排游客 站在中后段的位置 为是这么显眼 美约的嘉年华是世界最大派对 可以说是香港新春花车巡游的豪华版 香港有十几架花车 这里一间森巴学校已经有类似规模 在这里你就会明白 什么是武动传承 什么是震撼全球 单级你听不懂得说到我们的 就来到场 听不到自己的读题 在这里大家不需要说话 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偷偷意 这就是新春花车巡游的豪华 巴西志恒还有很多难忘事 包括这里的厕所 马桶旁边一定有个垃圾桶 巴西的排污系统差 下雨整天都水泡 厕所渠都很容易塞 再加上早年厕纸的质素差 冲刺很难冲走那些厕纸 所以当地人宁愿臭 都习惯扔下垃圾桶 人家外国人在泥口 看到有个桶在旁边 他不知道是要扔纸下去的 那我就扔了这些厕纸下去 那你觉得两天 本身屋主人不知道 那他就塞了 一塞就全都走上来 整个厕所都垃圾了 他又没有夸大 我们试过在酒店一时不记得 扔了几张厕纸进马桶 结果真的塞了 整间房子都泡了 真是不好意思 说起来说 巴西你找不到公厕的 政府规定持牌食肆 是免费外借厕所 先问一下 那为何不起公厕呢 有分析说当局想省钱 还怕公厕被人用来贩毒和吸毒 外号亨利的李萧瑞 是巴西一间足球经理人公司的负责人 不少中超的南美外援都是由他们介绍 经理人负责帮球员调合约和接广告 抽涌大概一成 他说部分球星的经理人代表球员和球会谈判时 会先为自己争取利益 球星到奥巴的经理人 就曾经开出这样的条件 每一年50枪头等机票 给我或者我家人 我家人 我要一辆什么车 我要一间屋有什么设备 这是我个人的条件 同不同意 今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的表现 上头球迷的心 不少人认为巴西足球需要注入身血 众女尋他千百度 原来他在 他是圣保罗球会的青年军 巴西足球其中一位接班人 我是中场球员 偶像当然是朗拿丁奴 我都很想踢得像他那样 射十二码要是入 要是不入 入就比不入 离开巴西前 见识了两大竞女圣保罗和山道士的打比战 球场有专人辅导球证 球证承受的压力有时都挺大 可能都会出现错变的情况 我会在中场的时候 辅导一下他们 平复他们的情绪 让他们可以继续做事 他们的压力可能来自球迷 讲回场球 上方都有埋门机会 这场球对圣保罗来说很关键 要是赢要是输 要是有机会和 结果不幸言中 场球真是和气收场 预测赛果 要是中 要是不中 没有什么值得骄傲 下集我们会到欧洲的直播罗陀 看看这个英国静民地 民众的身份认同问题